大家好,我是廖凱蒂 今天我們要做的是漢堡排 今天我們旁邊會加一下玉米蛋 所以我們會炒這三個玉米的材料 玉米蛋的材料有蛋、玉米 還會有鹽跟糖 現在我們要開始製作玉米蛋囉 首先我們先拿蛋打三顆 因為今天有爸爸也要吃早餐 先打 好,打完之後我們再加玉米 把玉米放進去後我們再把鹽跟糖放進去 再加一加 玉米蛋已經用好了,我們現在來炒它 裡面有兩個奶油 我們等它融化再把這個倒進去 火不要開太大 等它用好之後我們再把它攪一攪 用好之後我們來盛奶油 攪好了,我們去做漢堡排 漢堡排的材料有50塊的肉 還有一顆蛋 跟麵包丁 還有滷肉絲跟洋蔥 還有奶油 等一下有味道的東西要有黑胡椒跟鹽 切完之後把這些洋蔥放到角落裡 接著是打蛋 再把這個胡椒散在上面 麥米 只要一盛就好了 接下來我們就要用手捏它咯 之後我們把它捏成一個球球 這樣就完成囉 我們現在去煎肉排吧 上面壓著 像摩孔咖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